12人出院事故 截至4号的早上10点钟 事故已经造了 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目前正在接受 据昭氏的司机交代 事发时因连续事发生了碰撞 结果造成了重大道路 交死亡 45人受伤 其中危重伤员4人 重症伤员18个人 其余11个人病情稳定 目前已有22人出院 事故导致30年一辆车受损 那么昭氏的司机受了轻伤 事发以下坡刹车失灵 导致了车辆的失控 事故发生以后 甘肃省主要领导 带领省市相关部门人 据甘肃兰州南收费站 50级赶赴了现场指挥处理 并到医院组织救治 现场勘察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 正在紧张